哈囉 大家好 我是Ashley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會讓你顯老的五個地雷 並且再加碼分享 會讓你年輕五歲的方法喔 訂閱Ashley 年輕美麗 小孩就是很想要趕快長大 然後大人就很想要妝嫩對不對 我覺得人就是很難知足啦 好啦 那避免顯老的第一點就是要 水潤 薄透的底妝 如果你的底妝呢 越乾 越厚 粉感越重 你就會看起來高五歲 老十歲 尤其如果年紀比較有一點的人 或是皮膚比較乾燥的人 你只要底妝一旦厚 粉感厚 非常容易顯乾紋 顯毛孔 把你那些不平整的肌膚紋理 全部顯現出來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起來比較年輕的話 你的底妝要越薄透越好 而且呢 如果具有像韓妞 OK 韓星那樣的水潤光感的話 你會看起來再減五歲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韓星 對不對 每個那個底妝都是這樣發光 然後光滑 平整 卻看起來好像沒有上什麼粉底 沒有太多的粉感 45歲 都像25歲 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重點 如果你是臉上瑕疵比較多的人 你盡量用遮瑕膏來修飾你的瑕疵 然後少量的粉底 甚至你不用粉底都沒有關係 你遮瑕完之後 再輕拍蜜粉上去 只要膚色有均勻 瑕疵有遮掉 你不見得一定要上粉底 第二個皮膚鮮老的呢 就是你臉部的暗沉處是重點 你臉上只要是什麼 眼袋啊 淚膏啊 髮令紋 這種會有一點點陰影 然後呢 會那邊看起來比較暗沉 嘴角暗沉的人 你這個地方就會馬上 老五歲 那年輕妹妹總是精神飽滿 厭氣ですか 對不對 所以呢 她們就是 臉都是膨潤的 你臉上要是有那種 凹陷的地方啊 深色的地方啊 記得把它體亮 一旦體亮了 整個人氣色看起來不一樣 就是好像有那種睡飽 然後精神飽滿那種感覺 就會看起來比較年輕 比較不會看起來皮太乾啊 然後又黃太乾 避免嫌老第三點就是 低飽和的眼妝 呃 妹妹們 她們就是嫩 OK 比到十五歲 十八歲的妹妹 她再怎麼畫 她就算貼三層假睫毛 眼線勾到這邊 她再怎麼妝老 她看起來就是十八歲 我比較建議你們就是用 大地色的眼影 我告訴你 亮片啦 珠光啦 金屬色啦 這種金光閃閃的東西 已經脫離妹妹時代的人 要是想要看起來 欸 剪個五歲的話 那些 綠亞色系的眼影呢 你要著亮使用 我們著重在把泡泡眼的地方 修飾掉那種 消腫型的眼妝 盡量用大地色系 霧面質感的 你的眼妝盡量不要看起來 妝感很重 彩度太高的 這都看起來 一拿捏不好 老太對不對 我們呢 完全不畫也不行 就看起來 欸 水腫 好像三天沒睡 所以呢 消腫型眼妝 低飽和 霧面 大地色系 就把握這幾個原則 OK 那些什麼 很多層的假睫毛啊 那個勾勒的眼線啊 能少 盡量少 你的眼妝越乾淨越簡單 你就會看起來 比較簡單喔 第四點是我這一兩年呢 才摸索出來的 這是我後來發現 原來腮紅的位置 也蠻影響整個人看起來的 呃 熟度 就是你是熟齡 然後還是你知道 青熟齡 還是青少年 那個腮紅的位置 我發現 差蠻多的耶 我以前喜歡把腮紅往上畫 可能因為以前嫩 所以呢 往上畫 一直都沒有覺得自己看起來怎麼樣 但是你知道 顏碎漸漸的老去 所以越畫越畫 就覺得 欸 高高的腮紅 或是比較歐美型的腮紅 時髦是時髦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起來 欸 比較簡鈴的話呢 我自己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 截斷式腮紅畫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適用每個人 但是我覺得在我身上還蠻適用的 那我分享給你們 呃 我也不是什麼化妝老師 所以要是錯誤的話 你不要罵我 ok 這是我自己 有一點改良出來 就是我後來發現 你要把你整個臉呢 用兩條線畫成三等分 你先把它等距劃開 然後你把臉部中間 三分之一的這個區間呢 線縮在眼瞼下方 到鼻頭之間的這個距離 那這個距離的面部面積 就是我認為 這個地方都要上到腮紅 當然不是讓你整個面積都上滿 一定飽和度的腮紅 用腮紅刷的魚粉 帶到眼下 然後鼻樑鼻子中間 甚至一直到髮際線 我都會帶到 讓整個中段三分之一的面積 都有被腮紅暈染過的感覺 那注意就是 下手的地方 最重顏色的地方 最好是從最高的顴骨 或者是你的蘋果肌開始 那其他顏色都不要再另外沾了 就用魚粉往中間暈染 然後往旁邊暈染 這樣子帶過去 確定每個地方稍微有一點掃到就好 那另外一個小提醒 如果是年紀越大的姐姐 用太嫩粉的腮紅 往往都滿突兀的 這樣子 除非他化妝技術超級高超 或是整身搭配的都很適合 要不然如果你只是一般人 我建議你還是從珊瑚橘 帶一點橘調的腮紅 帶一點土調的腮紅 濁色的腮紅 我是還滿建議的 最後一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也是非常關鍵性的一個角色 但是很多姐姐們會忽略 依照我的觀察啦 就是 眉毛才是你整張臉的關鍵 我後來發現 她的眉毛要是一旦醜 OK 無論她長什麼樣子 所以眉毛在臉上的角色 我覺得往往被姐姐那個年齡 忽略 我這樣會不會太針對 但是因為我後來發現 現在的妹妹們都超會畫眉毛 他們都超會化妝的 然後有一些比我年齡還要大的 媽媽啊 姐姐啊 阿姨啊 等等的 他們可能平常沒有那麼專業化妝 但是他們的眉毛很多時候都 我覺得他們在亂化 或是他們可能不會 沒有人交過他 或是不修眉 就是有各種奇葩眉毛畫法 我都看過 那我的建議就是 眉頭 很多人會下手 真的太重 大家可能就是都從眉頭開始畫 所以 這邊容易下手太重 那我的建議就是 你從眉峰開始畫 整個眉毛畫完這樣子 要以自然修飾為主 要很像你天生的眉毛 只是加一點點修飾而已 那眉頭盡量就是用書的 用魚粉來帶到眉頭 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喜歡刷眉毛膏 在眉頭的地方 然後讓它看起來有點毛流感 都可以 就按照美人的喜好 但是 眉毛是很重要的關鍵喔 除了上述的化妝 顯老地雷之外 我覺得你要看起來真的很年輕 真的看起來很簡靈的話 唯一的方法 最根本的方法就是 保養好你的皮膚 做好抗症 我可以做好腹紋 然後讓你的皮膚看起來 這樣才是 欸 看起來年輕的關鍵跟根本嘛 於是我今天就要非常興奮 來跟大家分享 觀眾朋友實在很興奮 我之前在什麼評價百元保養 空空賞 分享過 Nitrigina的A唇 多少次了 然後下面的觀眾 永遠都在留言說 啊 台灣買不到 因為台灣沒有Nitrigina的A唇 他們終於要在台灣上市了 我真的是太興奮了 我大概就買不到 我是為你們該的高興 OK Nitrigina的A唇 我早就用光 不知道多少瓶 多少條了 所以今天能夠接到他們的合作 我真的非常的高興 介紹他們的完全不費力 那你就覺得 都是Nitrigina的A唇 有什麼好介紹的 我告訴你們 他們這次全新升級 美國的還是沒有升級 因為台灣是升級版的 今天呢 總共會分享四件商品 那每一個商品我都會分別的介紹 跟分別的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跟感受 以及我的用法 我先大致上分享一下 我自己使用Nitrigina的A唇 一兩年的心得 他們的A唇呢 在市面上很多A唇當中 我覺得真正是屬於比較 溫和不太刺激的 長期我願意一直不斷不斷去使用的 我自己還是比較想要選擇 比較不太刺激的 要不然整天皮膚都在癢啊 痛啊 就皮膚腹礦不穩定的話 對生活來講其實蠻麻煩的 所以Nitrigina在長期使用來講 真的舒服很多 然後第二個優點 它真的很評價 你不用花非常多錢 你就可以買到一個很不錯的產品 第三點 它不只溫和又評價 它還很有效 它有效的程度是你身體上可以感受出來 肉眼可以看得見 但是前提是時間要拉長 要不斷持續的使用 所以Nitrigina的A唇 是我真的用完會一直回購的產品 好那第一個我要來分享的是 路德清機智新生A唇眼霜 來這個是台灣升級版的包裝 這個是我現在手邊正在用 已經要用完了的 你們看扁成這樣的 這個應該是我的第三條 還是第四條的眼霜了 這個眼霜是我少數會不斷回購 以及縫紉舊推薦的 它呢 是乳液狀的質地 非常好吸收不黏力 卻又足夠的滋潤 這個在眼霜裡面真的不多見 這一條我自己是會 每個晚上擦 那白天不要擦 堅持每天擦 這一條我不斷的回購跟使用 就是因為我一直看到它 在我眼周上面 提供給我的價值跟效果 然後它竟然只要 幾百元的價格 真的打趴那些萬元的專櫃眼霜 你們到底在幹嘛 這支眼霜的符文效果 是我覺得 肉眼 真的可以看見 但是一定要天天擦 不要三天 乳什麼兩天曬王 那樣沒有用的 下一個是 露德欽 機智新生 A唇精華 Nujerina的A唇精華液 在美國也有買 可是我沒有買來用 所以我沒有辦法 告訴你它們的差異 那這一罐精華液 我直接老實講 它是我今天要介紹 這四件商品當中 我覺得它的效果 是 所以我在用它 應該是到第二周 快要結束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臉的局部 會有一點點刺痛 但是沒有到脫皮 也沒有到什麼紅腫這樣子 但是我開始覺得 有一點刺痛 我就開始降低我的頻率 因為我一開始 為了要測試 我是天天擦 效果就真的很顯著 就變成一周 差不多兩到三次 我就覺得很OK 那也建議你們一開始 不要像我一樣 就每天使用 還是循序漸進的使用比較好 我那個時候就去問廠商說 你們這罐怎麼效果這麼強 到第二周 就開始有一點點刺痛 可是呢 你的皮膚的那種 恢復緊緻感的效果 也格外的明顯 我告訴你要怎麼收過 先怎麼摘 你有痛 你就看得到皮膚緊緻 你不要痛 那你時間就要拉長這樣子 女徐君是說 這一個呢 有微囊包裹技術 你希望你的效果加快一點呢 你可以把這個 加入你的保養瓶當中 提升你的抗老效果 或是還有第二個方法 如果你也想要用這罐 可是你不想要那麼刺激 那你就可以 拿這罐跟乳酸或是碗酸 我等一下會介紹的交替使用 刺激度我覺得可以降低一些 然後你的抗老程度 也可以維持在那 這一罐精華液 你滴在手上的時候 這種乳白色牛奶般的質地 你一定會覺得 哇 它是不是很油很滋潤 我跟你說 你不要背它的這個外型片了 它推開之後 吸收完超乾爽的 它只是一開始看起來乳白 結果你一推開 立刻變得透明 然後你就推啊推啊 有點耐心 你就會覺得 欸 難道它不油嗎 你就等它吸收 吸收完之後 真的很乾爽 所以我覺得怕油的人不用怕 這個精華液我覺得 香味有一點明顯 不會說到重 但就是有存在感 那你看我剛剛吸收完了 真的超乾爽 哇 什麼都沒有 連油脂感都沒有 這個我在美國也是沒有買來用過的 所以我第一次用就是台灣的這個版本 我不得不說 我非常喜歡它這個 胖型鴨頭的包裝 真的好衛生機 壓好方便 而且很容易控制我需要的量 它這個鴨頭可以 就是你按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可以控制你要多少量 它不是那種按一下量固定的那種 擠出來呢 這個乳白色的液體 我告訴你 就跟剛剛的精華液不一樣了 它有一定的滋潤程度 而且Neutrogena在做Cream的滋潤力 我一向都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我很乾 然後我又坐在加州 如果你是熟齡肌 乾肌 沙漠肌 OK 你一定會非常的喜歡 它只需要一點點 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滋潤力 滋潤到你的心骨裡 OK 它不是在開玩笑的 它沒有那種 假裝很滋潤 後面續航力不足 沒有 它光乳霜這件事情就做得非常好 更不要說它還是含有A醇的乳霜 我一直以來都非常喜歡 才會一直用它們家的東西 就 那小小的我在這裡許願一下 就是你們的碗霜有沒有辦法 把外包裝做得跟乳霜一樣 因為我真的比較喜歡這一種 Pump型的包裝 比較衛生 然後也比較好取用 這一罐可以完全取代夜間保養的最後一道程序 如果你是需要加美容油保養的人 或是像有時候我加維他命C粉 我也會直接用這個取代 就直接把美容油加到這裡面去 然後直接上全臉 它完全不輸 專櫃乳霜的品質 我真的超喜歡 用過它你會回去 下一個是本頻道的露臉常客 這一罐是升級的版本 那這一罐呢 是原本我在美國買的版本 OK 這一罐是現在K先生在用的 K先生每一天晚上都用這一罐乳霜擦臉 這是他的最後一道程序 所以我跟K先生都在用 真的非常的好用 這個愛用不是隨便所說的 這一罐已經推太多次了 我覺得熟齡肌乾肌 或是你是周性肌 我覺得都行 都可以用 那一樣都是建議晚上用 非常非常適合給男生 如果你不想要平平罐罐 但是你也想要有好皮膚 你也想要輕微的看啦 如果你沒有辦法handle平平罐罐 你就跟K先生一樣 就直接用這個碗霜 然後他每一天用 我沒有間斷 我要說明一下這罐晚霜呢 跟這一罐乳霜 其實他們的重分是相同的 只是他們的質地跟包裝的不同 如果你是想要自潤力高一點的 你可以選擇乳霜 那你如果希望清爽一點的 你可以選擇晚霜 A唇入門小白的 完全沒有用過A唇 但是一直很想入門 卻又怕動怕洗 我們就先試女時俊娜的A唇 因為這個我覺得 刺激度真的很低 它真的很溫和 即使你只用它 時間拉長 還是可以得到A唇應該要有的效果 跟那些抗老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如果從這一罐開始入門 我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那如果你是那種 一直都有在使用A唇的人 中間休息的時候 我覺得你的最後一道程序 也可以用這一罐晚霜 來hold住你原本已經 非常年輕的肌膚了 那我覺得不斷地這樣交替使用 是讓它呈現狀態最好的方式 在我身上是這樣啦 那如果你不適合的話 那你就不要用這個方法 另外補充一點 他們整個系列的包裝 都是可以回收的包包包 這樣真的還不錯 我來總結一下今天四件商品的心得 首先來A唇眼霜 這個我自己是天天用 我覺得任何年齡層都可以用 然後如果你是A唇小白的 你也可以用 只是一定要注意 晚上用 OK? 不要白天用 下一個A唇新生精華 這個呢 就是效果比較明顯的 比較abressive的 你比較想要快一點 看到你臉上的 符文抗老年輕效果的 用它 那記得一開始還是循序漸進使用 白天一定要給我防曬 OK? 一定要防曬 不要忘記了 如果害怕太刺激的人 就跟A唇的乳霜或晚霜交替使用 接下來是A唇的乳霜跟晚霜 如果你問我在今天的四件產品當中 只能挑一件來購買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從乳霜或晚霜當中 挑一件 因為如果你是完全沒有用過A唇的人的話 你從這個開始 應該是蠻安全的選擇 那這兩罐 乳霜相對滋潤 晚霜相對清爽 你們都可以跟你們平常的保養品交替的使用 或是直接當作你每天夜間最後一道保養程序 一樣 不要白天用 記得要防曬 A唇很大的重點就是要堅持長期使用 我已經用了兩年了吧 我覺得我沒有用A唇的那段時間 確實就掉下去 蠻明顯的 然後我就發現這完全不能偷懶 就很像沒多分 有貝有分 沒貝就是沒分 這完全騙不了人的 我要謝謝把影片看到這裡的觀眾 還有我很謝謝 就是各個粉絲跟觀眾對我的支持 所以即使今天廠商並沒有要辦抽獎 我自己呢 就自掏腰包的來辦抽獎 你只要按讚訂閱加留言 然後留言說 用英文拼音喔 要 OK 我會抽出一個觀眾 那獎品就是今天介紹的A唇系列當中 其中一個 要看我買到哪一個這樣子 非常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跟愛護 買這個獎品送給大家 我也很高興 我是Ashley 別忘了訂閱我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別忘了留言 掰掰 謝謝大家